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有些时候实际上是欺负对手 因为梅尔泽实际上他的能力输出并不稳定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非常大的角度 其实德威科威奇在完成直线击球之后 已经是对了一个空灯 做了跑动和弥补 再来看 反正还没想到对手的角度这么大 这一局当中两次这样 两次依逊外角发球都让小德直接借力地回发 外场就球 瞧这线路打的 连出就是贝内索瓦和梅尔泽的教练 尼斯特罗姆 你是前ATP的职业球员 这一局当中两次依逊外角发球 哇 强行的侧身 这里没给挤到了 对 那左手的旋转呢 实际上还在往他的这个左手位置在转 今天感觉就是不太好 尼尔泽始终是自己疯狂的状态上不来 这个跟一次一次的失误是有关联的 来尼达现在很轻松 根本就不在看比赛了 对 好发点 就给德维克维奇剩下一分 德维克维奇已经取得了在首盘5比1的领先 接下来就是发球胜盘局 德维克维奇这场比赛他这么重视 是因为第一他可能对中网冠军比较渴望 而且也比较喜欢中国网球公开赛 第二呢就是上一次两个人交手 是在法网的八强的大满贯的赛场上 被尼尔泽淘汰 当时算是一个赛会很大的 不大不小的一个冷门吧 对 今天憋足了就要甜蜜复仇 甜蜜啊 尼尔泽是新婚燕耳啊 估计呢在上一个月的训练 也不是说非常的系统 应该是 太太在旁边坐镇 如果球员就是你还在职业生亚的时候结婚呢 如果找到另外一个球员 他的体贴可能还会要比其他职业要 另一半要多一些 因为自己也当过球员 好吃啊 嗯 不给任何机会 对 而且他这个压上的这个态势 真是挺欺负米尔泽的 如果他是对阵那三个人 我想他绝对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打 因为不太稳妥 是有一些过 哇 哇 这四球啊 太有机权了 这样的比赛打得太快了啊 比赛围棋相当轻松的就以6比1拿下了手盘比赛 22分钟啊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